而至于在低润双雄的5月营收 先看到是2408的南亚科 来到了37.98亿元 月减3% 年减了8.6% 而累计今年1到5月的合并营收 197.39亿元 年增1.05% 而3474的华雅科 5月份的营收55.12亿元 月减了5.5% 而年减更是高达了26.4% 累计1到5月的营收297.98亿元 年减14.17个百分点 从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出 为什么华雅科跟南亚科的整个股价的强弱 表现还是相对有比较不同调的 那么我看到这南亚科跟华雅科 5月份的业绩不但是同步的滑落 并且是同创一年多来的新低记录 南亚科原本预期呢 第二季产品的价格跌幅呢 会跟第一季相当或是小幅下跌 大概是个位数的水准 其实呢 南亚科四五月产品的售价 合计跌幅已经达到了有一成了 因此反应预期呢 南亚科整体第二季的产品价格的跌幅 恐怕会高于预期 不过南亚科呢 30奈米萎缩制成 在第一季的比重呢 已经是达到了20% 下半年比重更将超过五成 会有助于成本的改善 而南亚科上个礼拜召开了股东会 董事长吴家钊表示 过去一直亏损 所以已经是连续七年没有配发股利了 而虽然有小股东呢 体恤应该要把现金保留 改发股票鼓利 但今年未来要回馈股东呢 避免股本的膨胀 因此决定要配发两块钱的现金鼓利 这是睽违七年之久 终于有股息的配发 而受到了个人电脑 笔电还有智慧型手机 以及呢 平板需求不如预期呢 各地院厂第一季表现惨淡 吴家钊就认为呢 第二季市况仍然不好 营收还会比第一季来的差 要预期下半年供需改善之下呢 第三四季的市况 才会比第二季来的好 而整体而言呢 有把握达成内部的目标 至于股价呢 那乃亚科昨天大跌了百分之三点九七 日K 连四黑 盘中低点六十块钱呢 再创下涨跌幅新至上路以来的新低 而融资在趋势上呢 是呈现出缓步的出场的 至于这华亚科的部分呢 昨天中场也下跌了三点一四趴 不仅呢 这个创下涨跌幅放宽之后的新低价 那么二十八块六 在画面当中把您标示出来这个价位呢 更是来到了十四个月的新低 而有别于南亚科在大股东筹码 已经是维持九个月都没有变化了 我们看到华亚科的大股东持股呢 却是持续的往下掉 持续的弃手 也因此反应在股价上呈现出呢 华亚科明显比南亚科更加的弱势了